柴娃娃 欢迎来到柴娃娃研究室 我是柴娃娃 在1900年代的巴黎 这个城市正经历翻天覆地的改变 现在就等我们将时间推回到1889年 是今年 巴黎正举行一个触目全球的万国博览会 加上艾菲仪铁塔的进攻 令这个城市感上添化 在这段期间的巴黎的建筑风格 形形色色临罗满目 我们作为玩家的目标 就是收购这些贵例的巴黎建筑 从中获利并成为当时巴黎最成功的富商 好了 让我们将时间推回到游戏的设置 游戏开始 每人都会建一间小屋 起此时有三个法郎将它们放入小屋 小屋的用途是让玩家们隐藏法郎和资源 喂!这是什么来的?看看吧! 哇!很过瘾的!不要看啊! 每个人起此锁匙的数量都会因为 游戏的人数而有所变动 两个人10条 三个人9条 四个人7条 拿完锁匙再将锁匙放在小屋里面 其余发浪、地标、分数版块和游戏结束版块都放在一边 随机移走三块建筑版块 再将它们洗匀 分成三档 每档刚好都是11块的 游戏的版图根据相同颜色 拼接好 在外围的计分版 都可按顺序拼接好 奖励版块就按数字放置好 要留意奖励版块背面也有这种人数的图示 四人游戏当时全部的奖励版块都用完 三人的话就移走四人图示的版块 两人游戏就要移走三人和四人的图示版块 资源标示就根据这个方法放到每个区域 每个区域都是相同的方法 之后就将自己计分标示和高母子放在零的位置 之后再将立体的海船门放正中央 转到正确的方位 OK啦 切枝完成了 游戏可以开始啦 由起始玩家开始 玩家们轮流进行自己的回合 在玩家回合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选择其中一搭 翻开一块建筑板块 根据建筑板块背面颜色所显示的区域 之后将板块放到该区域相应的数字位置上 之后玩家就可以选择 放置锁时 或者移动锁时 放置锁时 将锁时放到银行 或者 海船门上面 如果放在银行就即时得到这个收入啦 如果放在海船门上面 就是没有收入的 移动锁时 因为锁时不能在手上直接放到建筑物上面 所以移动锁时最常见的情况 就是在银行移到同区域的建筑上面 如果在海船门上面的锁时 就可以选择移到任意一个区域的建筑上面 将锁时移到一个没有锁时的建筑板块上面 支付建筑板块这边的费用来收购这个建筑 之后还可以取得这边的收购奖励 建筑板块如果旁边还有支援 可以同时拿走 而锁时也可以在建筑物移到其他建筑物上面 但一定要移到比原有价值高的建筑物 之后要支付两只差价就可以了 由4号移到8号只要给4个法囊就可以了 但板块上面所需要的材料资源 亦都要全数支付 左上角就是板块的奖励 而锁时也可以移到地标 各地区一开始都没有任何地标 可以在这些地标中选一块 放到这个位置 之后就可以将锁时移到地标上支付费用 在建筑物移到地标都只需要支付差价 但同样所需要的材料资源都要全数支付 一个地区的地标数目是没有上限的 只要给原有价值大的地标 就可以一直放上去 而在任何同一个地区内出现第四条锁时 要注意银行上的锁时是不计算的 放第四条锁时的玩家就可以选择分数板块放在歌区 分数板块是游戏结束时才计算 之后再谈 现在来谈谈建筑板块上的奖励 如果是地标这种的话 就可以在收购歌时最多支付三个对应的星王来换取分数 就例如这个10号地标支付铜色网和银色网就可以换取7分 但有一些建筑物是没有任何奖励的 就例如这些建筑物 这个建筑物代表可以得到2分 而这个图示代表可以取取奖励板块 而这个图示代表要支付两个法郎才可以取取奖励板块 取取奖励板块的意思是 将自己的高母子向前移动任意格数 但只可以向前走 绝不能回头 移动之后就可以取取该格的奖励板块 取取的奖励板块可以即时使用 或之后的回合再用都可以 奖励板块用完就要移出游戏 当所有建筑板块都抽完之后 这个时候除了放置锁匙和移动锁匙之外 还会多一个选取结束板块的行动可以选择 玩家可以不移动锁匙 改为任意选取一块的结束板块 选取一块结束板块 是自己任选的 不是抽的 这个规则我见过很多人都会出错 所以大家要小心留意 拿回来的结束板块 也不用让人知道 也可以在你之后的回合 任意使用 而用完的结束板块都要移除游戏 而当所有的结束板块抽完之后 游戏就会触发结束 完成当前一轮之后 再进行多一轮就会结束计分 即是平等轮加一 游戏结束之后 有27号的奖励板块的玩家 每一个法郎值一分 其他玩家的法郎 是不值分的 之后就要计算有分数板块的区域 区域内建筑总值最高的玩家 就得到最高的分数 第二个就得到第二个分数 第三个就得到第三个分数 如果总值是平手的话 在这个情况 红蓝玩家总值平手 就要计算最高的板块是哪个 这样这个情况 红色就得到最高的分数 蓝色就得到第二个分数 最后加总分数最高的 就能成为最厉害的地产商 现在就来介绍一下 其他的游戏细节 大家有没有留意 游戏开始是没有资源堆的 游戏一开始 所有资源都在游戏版上 只有等到有玩家使用资源 才会有资源供给其他玩家作为购买 资源的价格 就会在我们自己的玩家版上有著名 资源有买入和卖出的 但要留意 希望不能买入 只可以卖出 而且买买交易可以随时进行 不限次数 亦不会当是行动 现在来简单介绍一下 奖励版块 这些很直观 拿回来 就可以直接当作资源或法郎使用 这种版块 就可以用法郎来买新的鎖匙了 这一块就是可以 任意拿一块 奖励版块 这一块就把自己的高帽子退后 由一至五步再拿取奖励版块 这种可以打破移动铰匙的概责 这一块就可以放在有自己的铰匙的建筑物上 这一块就可以放在有别人的铰匙的建筑物上 这种版块就是当你使用那一刻 例如这一块6号的版块 有多少条铰匙在1号版块上 就会得到相应的分数 如果有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例如今次红色玩家有四条铰匙在1号版块 这样这块的奖励版块 就为红色玩家带来8分 还有要记住 除了27号的奖励版块 在游戏结束时才会计分之外 其他的奖励版块 都要在游戏结束前使用 否则就作废了 好了今次又介绍到这里 如果想看更多的卓游资讯 记住订阅柴娃娃频道分享影片 按键就不会错过齐娃娃影片 下次再见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